各位观众们连接受2020年3月28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先祝福投资朋友周末愉快 那我想股市经过暴跌之后呢 现在对多人会跟你讨论的就是这四个字 叫做危机入市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 会跟投资朋友分享 超底成功的三个要素 那我们上周的周报节目呢 从技术面的条件来跟投资朋友报告 台北股市会走一个反弹 究竟是什么样的讯号 我们提到台湾50跟上市的部分 分别去补了这个缺口 那包括从筹码面的条件 跟投资朋友讲选择权跟期货的一个部位 空单有去做一些回补 那融资的部分呢 也是经过一个多杀多之后的断头 所以台北股市它确实就有一个集团的条件 那同时呢 我在周报节目上周跟大家谈到 你要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究竟是只是抢个反弹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落底讯号 那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上周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在上周四的一个节目 3月19号公开节目 来跟投资朋友谈到关于国安基金 因为当天的一个下午 国安基金开会之后 正式在3月20号周五 要进场去做一个护盘 那我们当天节目也跟大家谈到 国安基金如何成功 同时你也不要因为国安基金要进场 当做你进场做多的一个理由 在这种国安基金要进场之后 都会有很多片面的新闻 来告诉投资朋友 比如说国安基金护盘 拿18档是稳赚不赔的 稳赚不赔这四个字来告诉投资朋友 那其实网路上的乡民也会开始热烈讨论 关于国安基金的一个部分 提到国安基金的抄盘手 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内高手 那包括过去的一个进出的记录 所以台北股市可能会谈到哪个地方 这个进场之后有几天的蜜月期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 股市经验这么久以来 我认为历史经验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 但是万一当打破历史的时候呢 那一次你容易因此而惨赔 所以其实我不会特别去在意 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因为国安基金要进场 就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那我只跟投资朋友讲到 你要依当下的一个条件 拟定好一个资金的策略 好那这个是在3月19号 跟投资朋友再次的提醒 国安基金进场 你还是不要过度自信 同时呢你不要借钱买股票 这个是在3月14号的周报节目 跟大家谈的 你对于国安基金的一个了解有多少 大多数人只会告诉你 国安基金的一个银弹呢 有5000亿元 然后过去的6次的护盘都是成功的 所以胜率100% 那其实你可以去细看一下 国安基金在6次的护盘里面 最高投入的金额是1200亿 那最少的一次是只有16亿元 那这个资金来源5000亿 都是自己的资金吗 投资票其实不是的 资金来源呢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 这个是国库持有 公营事业的一个股票 作为担保 然后向金融机构借款 借款最高额度是2000亿元 所以这个钱是借来的 另外呢可以借用所谓的邮政雏金 然后邮政的受险的一个积存金 包括劳工的保险基金 劳工退休的基金 公务员的退辅基金的 这方面的一个基金 几乎都是所谓用借来的方式 这5000亿是借来的 那你认为国安基金的一个进场的部分 它会操作上会非常的积极去拉抬吗 其实它只是稳定的作用而已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你现在进场是只是抢个反弹 还是长线布局 我们在3月22号的一个假日 我有告诉会员朋友 在这一周的一个操作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的看法 我们提到抢反弹 它就是个逆势操作 那你要设所谓的停损跟停利点 那国安基金宣示进场护盘呢 这个是让短期的信心有稳定的作用 我们是在3月24号周二节目 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给会员朋友的相关的看法 我认为内部分析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短期有一个 暴富反弹的机会 但是呢主要的变数来自于国际盘跟油价 那新冠肺炎它是变成全球大流行 所以呢这个是没办法分析的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可承担风险可以看盘的 在这一周 可以针对一些有利嘎空的个股 做一些短多的操作 那在周二的节目 我跟大家谈到什么 大涨大跌跟还涨几跌 多头就是还涨几跌 那大涨大跌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我在这个26号的周四节目 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台北股市的压力已经靠近了 从周一的往下打之后 周二周三周四 是连续性的大涨 从9000点这附近一路性的上涨 到上周五还来到了所谓9950几点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是在前一天就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压力非常的靠近 同时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我认为集谈不好 集谈是不利于个股的 其实我倒是希望说台北股市 它可以像二月份这样子 就是开黄盘之后集谈 然后慢慢的往上推 推了两三个礼拜 那个股发挥的空间很大 但是在周一往下打之后 2345几乎是连续性的上涨 这种的集谈其实是不好的 那我在周四的节目呢 也有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S&P500 这一波的下跌跌了三成多 反弹三分之一的位置 其实就是刚好在月线的压力 这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它是非常弱势的 所以我在当天的节目 也跟投资朋友讲 我有带会员朋友 去做一个避险的操作 好那星期五的一个标普500 在昨天的收盘 你看到道琼跌的900多点 那包括S&P500的拉回 那是不是反弹到这个压力点 其实我们都是提前讲 那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做这个避险操作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多少的钱 因为我认为这个避险操作 它能够让我们获利是很有限的 但是可以帮助会员朋友 你把资金先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地方 那不至于说把这个钱拿去乱买股票 那在这个周五的一个盘前 然后你看到没有 股市大涨了1000多点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这个反弹会持续 想要进场去追多单 但是我在8点45分盘前 我就告诉会员朋友 美国领取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创新高 让市场预期这个众议院会通过 这个2.2兆美金的救助金 标普把来到这个技术面的下弯的月线 那台北股市逢周末也会遇到卖压 那我告诉会员朋友 期货盘的开盘已经来到万点的规划的区域 所以在这里的结论是 我告诉会员朋友在卖方 资金要设法降到5成以下 那我们并不是看空 而是我们在会员里面 我们就已经提前讲这个盘式策略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投资朋友如果告诉你不要去追多单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从9950点附近一路往下杀 收盘是9600多点 这个上下震荡呢 超过200点以上 那我在前一天的会员 就已经提前告诉会员朋友 盘式的相关策略 那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从2月底就开始建议会员朋友资金 我是建议持股的比重 大概控制在三成或者是以下 所以这个都是提前讲的 我们在2月23号的影音 就开始陆续跟会员朋友讲 资金要去做降低 从原本的5成 我建议大家降到45%以下 然后在29号的影音呢 陆续建议会员朋友降到三成以下 2月份的时候 包括在3月初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建议会员朋友 去把一个资金的部分 去做一个降低的动作 那或许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就会认为说 那你建议把资金降低 为什么不干脆卖光 然后反手去向下去做放空呢 那如果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那我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在去年12月份 就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第一季的一个行情的看法 原则上 放空并不是在我们的提前规划里面 因为第一季以台北股市过去的惯性 就是第一季的汇率走升值几率很大 到现在汇率升破30 你也是看到的 包括筹码的周期 开始要陆续面临强势回补 实施负利率前很多 农历年封关之后呢 这个新冠肺炎 疫情开始在中国发生之后 然后包括向境外扩散 然后全球股市崩跌 那去回溯说那第一季为什么不放空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事件去马后炮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在今天我引用这个 我们同业资深前辈 最近节目跟大家谈的 很多的群众对于金融的专业 以及对于股市的认知 过分的期待以及错误的认知 认为分析承诺就是不去管所谓的变动因素 比如说你以前看多 那你现在看保守 都不能够去修正所谓的看法 那认为都要去抓到最高点跟最低点 然后每一个阶段的标股都要掌握 还有一定要做到所谓的多空双向 应该把股票卖光然后反手放空 包括最近的一个反弹 也要去做一个强劲的动作 那看对很多次错几次 可能就认为说你就是不准 我们从这个案例跟大家讲 华南永昌避险不及 账上亏了34亿元 你可以看到他目前的亏损 大概接近他禁止了3% 那这个剧烈的波动呢 其实连这些专业的自营商 包括投信的部分 都是被双疤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只要是专业金融机构 或者是自营商投信 操作都不会赔钱 剧烈的波动 会让一些避险操作是来不及的 包括我们都要去设停损 这个都很容易被少到停损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那现在很多专业的比赛呢 变成是少输为盈了 那你看到交钱指数的报酬率是 -19.8% 那现在所有参赛者的报酬率都是 负的很多 这些都是专业的分析师 变成是少输赢大盘就等于是赢了 所以其实在这一波的行情的一个 极章的下跌 只要你是做多的 或多或少你都一定会有些损失 本周很多的同业的节目 就是一个神下的比赛 这一周在比赛说 谁带会员朋友强反弹最厉害赚最多 带会员带群众去走钢索 还是你要等待一个桥梁搭建完成 你明明知道说这是在走钢索 很多人会愿意冒这个险 但是大多数的会员不见得愿意去冒这个险 所以投资票个人操作 跟带会员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很多的分析师都已经暂停预测 包括对于美国企业下半年的获利预估 其实是没办法去预估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是疫情的专家 因为疫情打乱了 这个会影响多久 然后获利要怎么估 其实是估不出来了 什么样的条件是可以估出来的 比如说在最近传出的利空 美国要限制供应晶片给华为 台积电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这个是一个影响之后 我们可以去估出一个 华为大概占台积电多少营收 然后大概是会影响到多少的EPS 然后怎么去下修它的目标价 这些东西是可以分析可以估计的 但是疫情的部分是没办法估计 包括鲍尔也表示什么 费的官员不是流行病专家 那目前来讲一切都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疫情到底要影响多久 所以包二提到什么 经济活动可能会在第二季大幅度的下滑 那现在第一季还没有结束 就认为第二季会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投资朋友实际上 那股市的操作现况是什么 现在台北股市在3月份 或者是接下来4月份5月份 你要放空会面临到强势回补的问题 那你要强短去反弹 去强反弹 这个就是在走钢索 那我的节目 一直以来都是跟投资表强调所谓的资金控管 在这个过年之前我提到 你要报股过年最好是赚钱的部位 同时我建议把资金现金部位 维持在5成左右 那这一波的行情的一个整理呢 从开放盘武汉肺炎 让股市暴跌之后 我们怎么跟大家分析的 所以你要去看一位老师 你要知道他的分析有没有依据 然后他的进出有没有理由 2月初的周报节目 我跟大家谈到 武汉肺炎我预估影响股市在一个月内 当时你也是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疫情控制在中国境内 这个全球的航班有先进行一个积极的封锁 那包括当时出现了一个有效的药物 瑞德西韦 我们是在2月2号最早跟投资朋友谈的 那基于这些理由 我认为这个影响股市 会控制在一个月内左右 然后在2月9号的周报节目 跟投资朋友谈到 台北股市会在11400点到11800点这个地方 走一个足底的发展 包括用筹码面的理由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当时 它确实就是有个足底的条件 然后到了2月20号你看到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是创新高的 所以代表说我们2月初分析的一个理由跟看法 其实是没有错的 那在2月20号美国股市创高之前 这中间2月12号包括2月15号 我们节目上都有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去做减码的动作 因为接下来会有什么拐点 怎样的分析看法 我们其实都有提醒你 然后在2月26号的一个节目跟大家讲到 这影响股市的时间 会走一个拉长 所以当条件变数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上也是有跟投资朋友修正看法的 那隔天你看到这个新冠肺炎开始向全球扩散了 拉回之后到2月底的一个周报节目 我们跟投资朋友谈到 摩台子有守住这个上升轨道 那包括3月12、3月19号美联储 这个会有降息的预期 所以我认为3月初在上半旬 它会有一个急涨的反弹 你要趁这波的反弹去调整股票 同时标普500跌破3100点的这个关键景线 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形态是转弱的 3月5号的节目是不是有跟大家录影提到说 来到3100点提醒大家 在这里你要更要去调整股票 后面美国股市继续跌的这一段 所以订阅我频道价值有多少 3月初跟大家讲到弯牌救援 费的主席 隔天费的就降息了 降息之后我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利多提前实现 你要提前去去做一个调整股票的动作 3月5号的节目跟投资朋友谈到 我的会员朋友现金不位高 所以我们节目的分析跟操作 是不是言行如一 然后2月底也跟大家谈到 新冠肺炎向境外扩散 这是一个仅次金融海啸的一个危机 其实我们都是见证到历史 金融海啸在2008年10月20号的时候 当时VIX最高来到89.53 到上周周报节目跟大家更新 你看到这个VIX的部分 最高来到85.47 其实这个就是仅次于金融海啸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提醒 你要积极去面对处理手边的个股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拉回之后 整个股票结构格局 空头股票数量是比多头股票加速明显还要多 所以它就是一个反弹 反弹的话你一定要去懂得调整持股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HNTEC 或者是你定格什么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你务必要传送贴图 那我们每周都会整理信用筹码 有疑虑名单 那也要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永悦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 那下半段的节目 我们要跟投资人分享 危机入市成功三的要素 这三个要素呢 就是你要先有钱嘛 第二个时机要对 第三个就是要做分批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们在3月26号周四的节目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从4分20秒开始看 我怎么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逻辑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会需要时间 这个是我们过去 在做营业员的时候 那当时我有一位客户呢 他在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大概在11块钱左右 他开始把资金投入去买 所谓的兆风金 这是真实的案例 但是现在跟投资本成亲 我不是要你现在去买兆风金 而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实际的案例 危机入市你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有钱 那这位客户呢 在这个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从11块左右 开始慢慢往下去低接 所谓的兆风金 那低接完 大概到10块钱的时候呢 他大概也没有太多钱去低接了 那你看到后面的兆风金 他还有一度呢 跌到所谓的一个7.82元 那他的均价 大概在10块钱那上下了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到 他从在这里布局完之后呢 兆风金他当初是看了 这是官股的银行 所以应该不至于会倒 布局完之后 他总共买了700多张的兆风金 那当时大概接近10块钱来讲的话 大概花了700多万去买了兆风金 那700多张的兆风金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兆风金在2019年开始 平均每年都有配1块钱以上的 一个现金股利 所以也就代表说 他每一年光兆风金的股息 700多张来讲的话 他应该可以领到 70几万到80几万的一个现金股利 那资本利得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从700多张均价10块钱到附近的话 到最近的一个高点来到33.8 资本利得赚了三倍 那股息的部分 从09年到现在领了10年的股息 假设一年算80万好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 这10年他领了800多万的股息 其实也是投入金额的翻倍 那包括资本利得也翻了三倍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危机入市 然后用长期投资的概念 所成功的案例 所以投资朋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成功的要素 前提是危机落底的时候 你要有钱 那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股市的低点 所以资金的策略分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新冠肺炎这时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是人祸嘛 欧美的人祸 现在你看到英国首相强生 他已经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自我隔离当中 那最近的新闻你都可以看得到 过去英国是怎么样佛系的防疫 包括他还倡导说可以继续跟别人握手 他去探视武汉肺炎的病人 他还跟病人握手 所以现在他自己也感染了武汉肺炎 那经济的部分 IF警告 欧美经济已经恶化成为定局了 所以今年的全球经济将会陷入 所谓的衰退的部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到 美国这个出领救济金的人数 328万 他是创了1982年以来 之前的次高是大概接近70万人 专家去评估这后面失业的人数 会持续性的上升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机 我跟投资朋友讲 他还没有到一个落底的讯号 我们是不是讲到标普500 这个反弹三分之一 其实是非常的弱势 3月初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大家讲 要去减码股票 包括最近这两天 3月26号周四 我们都有建议投资朋友 要去做减码的动作 而且我已经带会们 去做避嫌的操作了 那现在很多人 想要进场做多的理由 不外乎就是 全球旧经济狂洒了非常多的钱 这个G团体 全国央行总共砸了 大概7兆美金 那包括像FED的部分 做了这些措施 无限的QE 那目前也让FED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都已经是报表了 增加债务的速度 其实已经是 超过当时的金融海啸 那他去买了这些的债券 目的就是为了放钱 所以投资朋友 现在不是撒钱的问题 钱很多 后面要做多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前提是这个疫情 所以跟投资朋友报告 前提要先有钱 然后再来就是时机的问题 你持股的部分 你要懂得做调整 这段时间的节目 我都跟投资朋友 强调一件事情 盘中的讯息是你需要的 就像在3月11号盘前 你看到美国股市 拉尾盘涨了千点 你想要去追股票 但是我在盘前 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地方不适合强短 应该要逢高 去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所以其实从2月份 我陆续带会员朋友 做减码 有些新加入会员朋友 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协助 他调整股票 所以很关键的时机 我都有建议这些新加入会员朋友 持股数太多的 资金水位使用太多的 都是一个卖股的时机 包括在上周五的开盘 8点45分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会员朋友 有些新加入的 你持股水位太高的 你要占卖方 资金降到五成或以下 你一定要先有钱 你先有钱 那个时机到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真正的 有资金去买股票 那现在呢 我也跟投资朋友讲 还是有投资人 非常忽视我们盘氏的讯息 进场去做强短 因为呢 我还是有会员 在周五告诉我说 他去买了什么股票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盘氏的讯息 跟大家去做提醒 不见得是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 普遍专注在于个股的涨跌 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金像店在周五 它还是大涨工涨停 仍然都会有股票大涨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整体的趋势 长久以来你是很容易受伤的 那我们都是提前的 在影音里面告诉会员朋友 盘氏策略跟如何去做资金控管 26号周四的一个会影音 我就已经告诉会员朋友 还是强调我希望持股的部分 你可以控制在三成以下 你保持大概七成左右的现金 然后我们并不是像巴菲特一样 巴菲特去买了航空股 那三周的时间损失了31美金 大约9百亿的台币 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两点 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 你要买多少部位 还有你愿意等多久 这两点你先思考清楚之后 再决定做个进场 那当前来讲的话 除了新冠肺炎 我们也跟大家讲到油价的部分 油价其实是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 那这个最新的新闻你可以看得到 到6月份全球除油据点将全数满载 那也就是代表说 现在的油价的供给过剩 油价暴跌 那沙烏地阿拉伯跟俄国 持续现在打这个油价的价格战 所以让这个供给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下降的 所以很多人还在看美国股市 上周的吉坦的时候 那其实呢 我看到的是布兰特原油 还是非常弱势 在周五还是呈现破底的 所以这一波的反弹去抢 它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所以关盘重点其实我在上周都告诉会员朋友了 就是油价的部分 跟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 这个是目前没办法分析的 所以只能够短多操作 那你既然知道是短多操作 你就要去设所谓的一个停损跟停利点 同时也跟大家讲到 不要过度置信 不要借钱去买股票 因为这一波的行情的状况 是比就没办法分析的 那我们也有带会员去做抢反弹的动作 我们两组会员各去买了一档股票 高下组去买了308的联雅 那基优组去买了3016的加金 那联雅这个是有穿价的 然后包括像加金的部分 收盘也是在这个价格以下 当天都是能够做成交的 好那我就已经有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要去设停损点 强反弹的结果好坏 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设上周四的低点为停损点 但是礼拜一往下跌的加金 它一开盘就已经跌破停损 所以我建议会员朋友去做停损 那有些会员朋友舍不得卖的 我们在3月25号协助会员朋友做追踪的 我都有建议在48.8以上 去做个出场的动作 那联雅的部分 我们在24号也有建议会员朋友260以上 去做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强反弹的部分 我们并不是像同业老师一样 一次发了三档五档的股票 然后发了那么多股票 然后最后跟你讲这个 真正大涨涨停板连续涨的股票 史乌上的经验 我只要一天发超过两档以上的股票 会员朋友就问说 那我到底该买哪一档 所以实际上我们有强反弹 但是我们还是控制着一定档数 那这一波的反弹非常的快 所以后面这几天 我没有带会员去做强反弹的动作 所以这是实际上的操作 那接下来的部分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做提醒 你需要的是盘中实战的讯息 你要去做调整还是做避险 这一波的一个修正整理 拉回的部分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 其实我们并不是看空 我们去做避险 也是为了要帮会员朋友保护一些 其他可能既有的一个持股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一个操作跟调整的部分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可以第一时间跟上我们的讯息 那如果你信赖我们操作的 那我邀请你可以在看运气方 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再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 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票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